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一樣 我們現在打一下復刻的輪迴 東河之龍魚天鵝匠 那這邊一樣幫大家實戰一下 我們最新的1%大獎藤原左圍的部分 那這邊是拳頭做配置 龍科也都幫我帶上扇子就可以了 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邊打邊講解喔 那新手護回國玩家 如果沒有接觸過光夏輪迴的話 他的場景技會有一個寶石狀態 那第一關就會給你4個寶石 那右上角會告訴你 現在需要什麼寶石才可以進攻 舉例來說現在是紅寶石 就等於說如果你隨便開一招啦 紅寶石被擠掉 那你就打不到敵人 所以這個關卡就是 不能隨便開招齁 那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一直到18-1之前啦 都不能開招 18關之後就OK了 接著二血這邊看你遇到的是哪一隻 這邊遇到的是不能手消光珠 那我就去符合他的敵技 這邊帶走 接著第三關 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一樣直接去手轉 那C數的部分這邊你只要有消到黑紫 一顆是加2C啦 所以8C的部分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就一樣正常轉就好了 要開的話就只能開阿光啦 就是左上角不會產生BUFF的 我說的是10抽那一張喔 接著這邊的話呢 拼圖有內建無事 那我們就是不要去消到他不要的那個東西 我們這邊遇到的是暗的 我們就不要去手消暗 好 OK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第五關 好第五關這邊我們就把阿光先補下去喔 因為他有一個攻前盾 好那這邊不要去手消到水珠就可以了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來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我們一樣不要去手消到水珠喔 就正常轉就好了 好無數的部分有無事 結果這邊還是消到無數了 沒關係有無事 好來這邊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第六關我們就消場上最多的符石就可以了 剩下你全部用疊的 好像我畫面上這個樣子就OK了 好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七關 好第七關如果你不知道哪一顆是木珠的話 你就把木珠 應該說不知道哪一顆是火珠啦 你不知道哪一顆是火珠 你就把它全部木珠都用疊的齁 這樣最安全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接著第八關 好第八關這邊的話我們手轉消對數字就可以 這邊是17顆啦理論上是固定的啦 17 好OK 好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來接著第九關 好第九關這邊可以消的是水木或暗 我們三隻一起讓它爆炸沒關係 你只要血量有超過12萬這邊是不影響的齁就讓它三隻一起炸掉吧 好 來接著第十關 來第十關這邊我們一樣正常去轉就可以了 你只要有達成5C齁就可以直接無視掉這個顧C的部分 好來這邊帶走沒問題 好來接著二血的部分我們一樣正常去轉齁 你這邊可以善用角色珠啊 就是轉完的時候不要停在那個黑洞地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OK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接著十一 好十一這邊開始有走路痛了齁 好不過這個其實也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的血量有17萬多啊 就等於說你要走超過170步 才有翻船的機會 那我們平均一回合轉下來都大概450步 了不起670步 要走到170幾其實算 還蠻困難的齁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可以抓水的角色珠下來 好這樣就必定會手銷到全部的水 OK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十三 好十三我們就去手轉符合紅綠燈就可以了 好這個其實聲音只是聽起來很可怕啦 實際上你不用擔心齁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接著十四 好來十四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去正常轉 符合紅綠燈就可以了 好轉的有點太輕了齁那個 沒有達到5C齁來這邊的話再一次 好有5C就可以了 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十五 好十五這邊的話就是去手轉 到那個5、6、7、8、9C就可以 那這邊其實可以善用角色珠的一消 你看像我這邊抓火珠下來的話 1、2、3、4 好這邊把他抓下來這樣就5C了齁 1、2、3、4、5 好沒錯 好你可以善用這個方法去把這個 5、6、7、8、9C轉隊 來再來是6C我看一下火珠 1、2、3、4、5 好火珠又可以派上用場了 好這樣子就相對容易很多齁 好再來7C我看一下喔 水珠、光珠 好7C我們直接轉好了 這邊轉一次給大家看 其實直接轉那個也不會影響太大 1、2、3、4、5、6、7 對你可以看到我們扣的血也實在是沒有到太多啦 好再來8C我看一下火珠 1、2、3、4、5、6 7、8 OK 對用這個方法就容易很多了齁 好再來是9C 好看一下喔 9C1 1、2、3、4、5 6 算一下喔 呵呵抱歉 1 2 3、4、5 6、7、8 好OK 這樣9C應該有 1、2、3、4、5 6 7 8、9 這樣 好 OK 好再來二血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善用那個一消的功能 然後去把場上能轉的儘量轉一轉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沒問題 好再來16關 好16關這邊的話我們就去符合他的C數 啊一樣你可以善用那個角色珠 好想一下喔這邊是5C 好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17關 好17關這邊的話就真的要去疊水珠了 那這邊我們就是把板面稍微濾一下 讓場上有多一點水出來 好再來這邊我們繼續喔 不要去手銷道 好你可以看到其實我這邊轉了這麼大步啊 還沒有出事那你就真的不用太擔心了 好這邊還差4顆 好這邊你那個水珠差1顆不要手劍去抓那個角色珠 因為你抓角色珠的話它是變成一消會反擊喔 呃當然血量夠的話你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啊如果不夠就不用慢慢疊 反正不急 好這邊把他弄掉 OK 好最後我們就一樣不守小水去把他收掉 好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18 好這邊終於是可以開招了 不過我們還不用急著開沒關係喔 這邊只要不守小暗就沒事 好啊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好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接著二血這邊的話你就可以把合體吹下去了 這邊是數字21啊 你可以直接用牌珠的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好21OK 好來這邊就直接吹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19 好19這邊的話呢障礙珠突過去就解掉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正常牌吧 稍微注意一下血量就可以了吼 OK 好接著來到王一 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喔 有消到黑紫就好了 然後等一下要疊光珠 好啊這邊我們先不要去手消光珠 因為你消到的話會GG 好那加C的部分是黑紫喔 你就黑紫去多消一點點 這樣你可以比較不用擔心 好OK 好就是慢慢把光珠疊到10個印記 現在8個 好 好等一下就直接去把他收掉就可以了吼 好這邊我們最後就再 好險有減傷吼 那個牌珠已經沒了 嚇死我一大跳 好來這邊我們直接去轉 好OK來這邊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來接著二血的部分吼 這邊的話我們就把左圍的G1加G2打開 然後我們可以去把新珠轉掉 我們把新珠轉成光好了 好來接著這邊招式都可以開開吼 左上角的BUFF就會直接把他擠掉了 好那這邊你就看你場上哪一個珠子比較多 你就去抓他的角色珠 然後盡量把C數拉高這樣子 欸這邊不會是10C滿版吧 差一點點吼 好這樣子就好了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是左圍過這一個 復刻的光下輪迴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 好 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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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是嗎?